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你要把你的心 变成佛陀 做佛陀在做的事 想佛陀在想的事情 要把自私的我 变成佛陀的圆满的心 最容易也是最难的 你跟你太太跟你先生 在一起 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如何快乐 如果你能够 相信你的先生 可以成佛 不管他外表 对你好不好 他的佛性 他最慈悲的那一面 永远都在 你要跟他的佛性在一起 你就不會痛苦 把你太太 当作观影菩萨 把你先生 当作阿弥陀佛 把你儿子 当作文殊菩萨 这是你心 要转变的 那你才会 得到快乐 保持念佛的心 保持念佛的心 那你就变观影菩萨 那你就变观影菩萨 那你就变 文殊菩萨 不但你变成观影菩萨 文殊菩萨 一只蚂蚁 一个伤害你的人 都变成 文殊菩萨 当你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所有人都变阿弥陀佛 所有世界都变吉德世界 那以这样的信念 来祝福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也不断来祝福你 那你就会超越痛苦 也让别人都超越痛苦 就像我们来佛塔 看到的是大佛像 看到的是庄严的 佛塔 所以 你很清静 很快乐 但是你去外面 又看到别人乱丢止蟹 看到别人在骂人 你又痛苦了 所以 要记住 永远转化自己 把 不干净的世界都变成净土 把任何一个生命 不管他是男人女人动物 他的本体是佛性 所以我们要以 供养佛陀 做的方法 来供养所有生命 对待佛陀的方法 来对待所有生命 这个叫修行 所以我现在问各位 各位现在是在天堂 净土 还是在地狱 均定在你的心 你觉得你在天堂 你就在天堂 你要把心定在一个圆满 千万不要让自己下地狱 所以佛陀说 心创造命运 心创造四境 不能让我们的心 生气 起烦恼 要让我们的心 像佛陀一样 慈悲 那就是修行 那就是修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